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咱们新加坡 一年到头几乎从不担心停电这件事 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 新加坡在2024年的平均 电流中断时间只有0.26分钟 也就是不到16秒 与全球平均的300至400分钟相比 表现明显更卓越 是最可靠的电网之一 这意味着新加坡的电力 稳定性已经稳居世界最前列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 新加坡地小电缆都埋在地下 当然稳了 但其实随着我们向绿色能源转型 电网面临的挑战 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巨大 但你绝对想不到 新加坡应对未来能源危机的秘诀 竟然藏在孙子兵法里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很好奇 新加坡是如何用 极具东方智慧的风铃火山策略 打造出全球最智能最强韧的电网 新加坡这个小岛国 到底是如何用基础设施 来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的 接着往下看 我们一起揭晓 新加坡电网最厉害的地方 不是买了多少高级设备 而是它的系统思维 新加坡理想的电网 具有为风铃火山四大特质 首先是急如风 当系统出现波动时 储能系统能实现毫秒级的快速响应 其次是徐如林通过虚拟发电厂 协调全导成千上万个太阳能板 和储能电池 像树林一样整齐划一协调作战 接着是侵略如火 一旦供应不足 系统能像火一样迅速动员 所有备用容量稳住大局 最后是不动如山 新加坡始终维持着远超峰值 需求约38%的备用发电容量 这份厚实的底气 就是电网的靠山 这套策略本质上 是在用谋略对冲波动 新加坡非常清楚自己的软肋 所以它不单纯依赖某一种能源 而是通过这套高度协同的智慧系统 把各种不稳定的能源拧成一股绳 这种系统思维 让新加坡电网在面对极端天气 或突发故障时 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自愈能力 新加坡定下了2030年 实现2GWP装机量的目标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新加坡这个热带雨林气候区 太阳能极其韧性 一朵厚云飘过来遮挡个30分钟 损失的电量就相当于 关掉了一个大型燃气轮机 如果处理不好 全岛的电压都会跟着剧烈抖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新加坡能源局玩起了黑科技 利用气候大数据和AI预测模型 时时盯着全岛上空的云层动向 新加坡最强的地方在于它 把AI变成了电网的预判官 系统可以提前预知哪片云 会挡住哪里的阳光 从而在太阳能断电之前的几分钟 就提前启动天然气发电机组 来填补缺口 这种未雨绸缪的精准预测 把原本靠天吃饭的太阳能 硬生生地变成了 稳定可靠的能源支柱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发电技术了 这是人类智慧 对大自然规律的一种高效管理 新加坡的能源布局里 还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棋子 一个是进口低碳电力 另一个是虚拟发电厂 按照规划到2035年 我们要从周边 国家进口占总需求三分之一的绿电 但问题来了 万一海底电缆受损了怎么办 这时候新加坡的虚拟发电厂 VPP就派上用场了 它就像是一个数字大脑 能瞬间整合全岛所有的储能系统 工厂里的发电机 甚至是电动车的电力 新加坡正在把整个岛屿 变成一块巨型智能电池 即使海外供电出了问题 这个虚拟发电厂也能瞬间启动 本地的每一个微小能源节点 实现电网的瞬间自愈 这种分布式管理的思路 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心化电网的脆弱性 这种韧性让新加坡即便在 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情况下 依然能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 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 更是新加坡对能源安全的一次深层次重构 新加坡电网之所以能做到0.26分钟的奇迹 靠的真的不仅仅是砸钱买技术 而是那套深谋远虑的系统思维 从风陵火山的战略高度到捕捉乌云的AI预测 再到整合全岛资源的虚拟发电厂 新加坡正在用最硬核的基础设施 构建起一道对抗未来不确定性的铜墙铁壁 新加坡的成功告诉我们 在一个资源匮乏的时代 管理的智慧远比资源本身更重要 通过这套智能电网 新加坡不仅保障了每一盏灯的常量 更为未来的高科技产业和绿色转型 打下了最坚实的底座 如果你觉得新加坡只是个金融中心 那你就真的看走眼了 这里其实是全球能源管理最前沿的实验室 这种用思维去驾驭技术 用智慧去弥补资源的路径 才是新加坡真正领跑全球的秘密武器 我想问问大家 你觉得这种风陵火山的电网管理模式 除了发电还能应用在城市的哪些其他领域 比如交通或者供水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